為什麼這個發達機會 竟然都不讓我這麼努力向上 日日OT的未來社會動良的人呢 為什麼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呢 歡迎回到Investment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去講一個很悲慘的事實 就是政府財政預算案 決定設立一個8%的 擔保個人特位貸款計劃 去幫失業人士度過難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看這個事情 如果符合資格的你們 究竟應該要借 或者借完之後 究竟怎樣去用這筆錢呢 這個貸款計劃的上限就是 每人為8萬元 利息就是每年1% 申請人頭10個月就可以 還息不還本 然後本金和利息最長 可以用夠5年來還 如果貸款人可以5年來還清 這筆錢的話 政府就派街坊 政府就會退回你給的利息 變成零利息借到錢 如果剛好 這麼不幸的你們 是符合這個計劃的話 我一定建議你一定要去借 為什麼呢 第一 政府錢 你怎麼可以不用盡 當作是報復一下這麼傻的政府也要 第二就是在這個股票橫行的世界裡面 其實你投資 輕輕鬆鬆隨時有機會翻過2倍3倍 你看 富頭牛牛這隻股票 哇 就是過去這半年突然翻過10倍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沒有可能 只要看看自己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機會去把握這件事 而我自己之前就很愚蠢 問HSBC 借25萬來投資 而每一年還要還5厘的利息 其實唉 現在才發現 只是幾個忘鉤 現在你看看 政府又可以零利息借錢給你 然後之前很多虛擬銀行 我之前看中港銀行 它頭三個月 只要你還清款項的話 也都是零利息借10萬元給你 只有我這種愚蠢 才會衝鋒到銀行 用Personal Loan 然後用5厘利息去還 不過你出了不像 因為我用了這個第一次的貸款 去獲得人生第一桶金 所以有危才會有機 那你借完錢之後 究竟怎樣用才對呢 第一 如果你本身已經負債了 我相信你已經問你家人 問朋友借錢的話 當然要先還給朋友和家人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借完800元這麼大筆錢 怎樣用呢 當然是賣股票 你可以賣一下比特幣 也可以買一下科技股 買一下Tesla 買一下ARKK 隨時一個月賺一倍賺兩倍 甚至乎賺十倍 對不對 但是 就算你真的這麼黑 一買完股票之後 就馬上坐艇 跌成20% 30% 4% 跌成一半 都不要緊 因為凡事只要有恆心 鐵柱也可以磨成針 我父母 就是一個最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爲什麼呢 當時ых豪 由80多元 跌跌跌跌跌跌視 70元もの價钱 60元 50元 漸漸賣 漸漸漸 沒有錢 比買磚頭還好 所以這些東西零可順其有 不可順其沒有 又真的被批得中 由28元開始回到48-49元 真的不要不開玩笑 絕對有機會上升到50元 所以凡事只要有耐性 就算跌的股票 都一樣可以上升到高位 所以大家不用驚 只要只要只要不是hold cash 將錢放進資產 無論你買比利幣也好 無論你買回風也好 無論你買tesla也好 只要將錢放進資產 然後只要有耐心 看著 等著 機會不需要很多 人兩只需要把握一個最重大的機會 捉緊他 你就可以一夜翻倍 一夜由窮L變成小窮L 都是窮L 所以現在天下跌了一個大機會 免費800元跌到你的身邊 你怎可以不借呢 真的好過眾多合彩 快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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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你快點申請 托我躲 你去政府排隊申請 包你打我 但是我相信大部份的觀眾 應該都不適合這個 scheme 雖然這個800元的貸款就不關你的事 但你繼續努力上班賺錢 做個上班狗 將存回來的錢拿去投資 記得投資 重要事要講十萬次 投資 исслед Index li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